九州追音大图鉴 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压轴 来到哪里 来到了我们看樱花 还要搭配铁道 那我就问一下小猴了 因为我们阿里山 也有铁道配樱花 九州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阿里山你看到这个铁道小伙子 旁边都是几张几张的樱花树 可是这里是当地人 非常推荐的私房景点 它是樱花隧道大爆发 这好荒惠喔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松浦铁道 它是在西九州 就是左鹤县亿万里市 然后这个铁道 其中有一站叫浦之骑站 它现在是一个无人车站了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个 小火车经过对不对 因为它是1930年 在附近这个车站 种了大概80株的燃井及野荫 这样算算也将近100年咯 也都是老长 然后它的樱花树燃井及野荫 它是3月下旬开始开花 然后它的花期 你会发现到大概一两个月左右 一开始会是那种淡粉红色 因为燃井及野荫的特色是它会变色 一开始是淡粉色 然后之后它会转成白色 所以你可以看不同时期可以看到不同花隧道的风景 不同美 然后小火车缓缓驶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它跟阿里山小火车最不一样的是 你好像是火车穿过了樱花隧道 然后当有风吹拂的时候 那樱花瓣就像雪跟雨一样这样子落下 然后你就在 因为它已经是没有木造火车站的本体 这个普知其站它只有这个后车亭跟检疫的厕所 你知道后车亭你就等待那个火车你就守着 火车过来的时候然后又有风 然后就看到那种小花瓣落在那个车厢附近 像下雪一样美极了 非常推荐 你看整个九州铁道搭配樱花 我觉得最棒的私房景点就在这里 小猴这真的放在压轴一点都不回过好不好 光那张照片出来的让大家真的吓呆了 不过我们今天整个九州走下来 我发现走了不少城市的 没错 那我们的樱花图鉴全部都揭晓完毕了 如果要把这个全部介绍的 只能说在一个行程的话 那来问一下心仪啦 不过我们安排一下怎么玩呢 好 因为我们这次去很多地方 来看我们今天来安排了一个 六天午夜的追樱大行程 至少要六天才玩得玩 没错 第一天我们首先就来到福岗西公园 满满的樱花就提供给你啦 第二天路而倒来体验活埋的感觉 第三天再来这个日南海岸一日游 非常的可爱 第四天熊本经典行程 第五天又来了人品大爆发 满满的樱花又给你了 第六天我们就回到温暖的家 这样六天五月的行程 我们要花多少钱呢 不便宜啦 哎呦 一个人六万四啦 你等于这一天快要一万块左右 跟澳洲团差不多啦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就是樱花季就是旺季 那你知道旺季就是会比较贵嘛 但像我们家一家四口就是 总共这样花下来要快二十五万耶 好 那个制作人这个月的通道可以帮我多买点 好钱 怎么办呢怎么办 如果我们家就要光三十万了 有办法省钱吗 是不是很夸张 那身为台湾好媳妇好妈妈 我们除了认真赚钱之外 我们当然也要有一些精打细算的方法 跟大家推荐呢 这个APP非常厉害叫做Shotbag 这个Shotbag为什么很厉害呢 因为来到了这个Shotbag的这个APP呢 你在这边不管是订房间啊 或者是你要订机票啊 订行程 来到这边通通都有现金回馈 先来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花了六万多 那你要知道你这六万多到底花了什么钱 哪里花最多啊 哪里花最多来看看 机票其实占最大宗 你看光机票就要两万六 那饭店当然也不便宜 也要大概两万左右 一日行程要六千多 再加上交通 餐食 还有门票等等 哇 夯不邓当就要六万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精打细算 就要来用我们这个APP来订房 来订机票 怎么用呢 你会想说会不会操作很麻烦 我就不会用手机 不会非常简单 首先打开我们这个APP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在首页的地方 有一个这个户外旅游飞机 有没有 你就给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你看看哇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平常会用的一些这个订房网 包括agoda 然后expedia trip.com hotel.com 等等的这些订房网 那你就选择一个你平常最喜欢用 我就把它点进去 然后呢就这样哦 就这样轻轻松松就这样 它会导到agoda去 对 然后你看它就写呢 继续APP有没有 它马上就会导到agoda的这个网站 接下来的操作方式呢 就跟平常你订房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透过这个APP 导到订房网去 那它可以怎么样的好处吗 然后呢我跟你讲很多好处呢 就是因为它会有现金回馈 好优惠 我跟你讲是真正的现金回馈 不是什么累积点数哦 对 然后不是什么累积里程哦 是真的cash 真金白银的就对了 对了 cash直接呢就回到你的这个账户里头 那譬如说我们订房 它就会有5.5%的回馈 你看我们刚刚的这个住宿的费用2万多对不对 5.5%的回馈省下旅费就1122元耶 非常非常的多 那除了5.5%之外 其实呢有时候呢有些订房网他们有做这个特别促销的时候 甚至最高可以来到12%的回馈 12%的 两千多块耶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你知道这个省下来的钱 那拉面我可以多吃4碗 猪脚会多吃10只啊 是不是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不要少看这一点点钱啊 省下来积少成多 那很多人会想说 可是我是有加入某某这个饭店的会员啊 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点数要累积啊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这个饭店会推出什么 住10碗送1碗之类这种优惠 那我有了现金回馈会不会就不能用了 我跟你讲完全没有冲突 并行的啊对是并行的 有些人会说这个会冲突完全没有 就是如果你有这些优惠你还是可以拿 然后这个现金回馈你也还是可以回馈 所以非常非常的棒 那除了住宿之外 刚刚有提到说机票也可以对不对 机票刚才占最多哦 对机票呢它也会有一%的回馈 你看我们刚机票两万六千块 一%回馈下来呢就省了两百六 你不要小看两百六哦 我们家一家四口加起来也是一千多块钱对不对 又一碗拉面哦 对然后你看我这样鸡加酒 这样用这个app使用下去之后 我总共可以省下六千多块钱 好多哦 是不是很多哦 我又可以去买衣服了多棒啊 省下这些钱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但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圆饼图啊 我们这次九州的赏银啊 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六万多块 最贵的机票饭店之外 交通也不便宜哦 要五千多块 那我就问一下keyboard上了 交通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啊 其实可以用JR九州的铁路周游卷 周游卷 你是从福岗啊到路而岛 中间到熊本 那现在左赫也有左赫星干线 是 其实都很方便 很方便 那我觉得你做这个星干线哦 去畅游哦 畅作 甚至一日生活圈 都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速度就很快 省很多时间了 是 不管是去东部还是西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用 实用 那你看哦 像这种周游卷啊 它现在它有分几种日期 有那个三日 五日 跟七日 是 那三天的话日币是一万七 一万七 然后如果是五天的话 是一万七千 一万八千五 贵一点点 贵一点点 但是如果是七天的话 是两万块日币 这是官网的价钱 是 但是我都会在台湾先上 上网先去把这些票买下来 这样就比较好吗 先买 我都是从那个订票网 然后去订购 它你知道吗 如果是七天的话 大概是四五八三块台币哦 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如果你到官网的话是四千八 是 比较贵 那我都建议在台湾先把它订好 买好 再到日本去 那我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欣宇 刚刚你讲的那个APP 它可以订机票 可以订房间 那如果像我们要订交通券 又或者刚刚我们提到很多一日行程 也可以省吗 Kipo-san已经是打人对不对 对 想不到我今天比他还打人 对 因为呢 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个订票网站 像什么KK Day啊 K Look之类对不对 Kipo-san会直接订对不对 我跟你说 Kipo-san我今天推荐你 先进我的APP 怎么了 因为呢 先进我的APP呢 它一样可以连接到这些订票的网站 然后它一样有现金回馈 而且有2.5% 2.5% 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要买什么JR Pass 那些什么东西 看一下我又省了多少钱 来来来 那叫JR Pass4000多块 2.5%现金回馈又省了115元 形成6400多块钱 我又2.5%现金回馈又省了160块 你看哦 我JR Pass形成我又省下了1600多块钱 是不是我又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真的呢 那你知道呢 像这样积少成多下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账户里面 已经有多少钱了 哎呦 大家坐稳了 怎么样怎么样 好紧 来 你看我现在账户里面已经累积到了18000多块钱 这么多了 你省那么多啊 我都是回馈啊 当然这个回馈呢 不仅仅是我刚刚讲可能订机票啊订房啊 它在生活上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用得到 例如说呢 像是很多人喜欢在一些旅行社买这些行程 雄狮旅啊 东南旅行社这边也都可以用 那我们日常买东西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用什么虾皮啊 博客来啊 这我们都是会使用的 这边也可以透过这个APP 然后连结到网站又有现金回馈 还有我们平常每天可能都会叫什么 FuPentaSong 对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APP叫FuPentaSong 然后送完之后现金又送回来给你 所以你看哦 像我们每天这样子积少成多累积累积 你看我就累积到18000多块钱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提领呢 非常简单 只要你的户头里面呢 已经达到200块 200块就好了 200块的这个价钱 你就可以从你的这个账户里面 直接把它提领出来 当作现金来使用 它就是现金回馈 所以看得到也拿得到的意思 看得到也拿得到 而且现在最棒的是呢 如果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啊 他要给你奖励金 100块钱 所以在场工作人员 谁还没有加入的 对 他那个我都推荐给你们 我要赚这个钱 哎呦 所以现在啊 你等于是在生活当中啊 都很好用 包括了旅游的部分也很好用 现在呢就想办法 我们呢利用一些小工具 让我们的旅费呢 可以大大降低 今天呢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提供的宝贵意见啦 这个日本赏银最前线 今天呢就带各位到日本最早开櫻花的地方 九州提供给您赏银的一些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聂金男号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